看我杀鸡取卵 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播出一颗完整的蛋 对啊 是原料内的 我怎么可以做完整的蛋了 学乎爸爸 还听着上一期的冰冻解压捏捏波皮吗 有很多时候我发给后材私信我说 咱们没看够啊 说是还想再看我来一次解压捏捏波皮 没问题 今天就满足你们 这一次来我又买了一些不一样的解压捏捏 不过去 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捏捏冰冻学的样子吧 首先是这两颗白白的烤梅 别看它现在这么白 据说碰到杨国以后啊 会立刻变成粉红色的 还有这三只空心的手环粘粘了 它们还能套在手上呢 就是不知道这冰冻出来以后 还能不能播出一个完整的手环 快看大蛋小鸡仔 现在清明一年啊就是下蛋 冰冻完以后 不知道肚子里的蛋会变成什么样子呀 该不会变成冰冻蛋吧 快看这把超红的水树团子 哪一只都是不同的小调味形状 冰冻完以后 里面的小团子会变成一颗颗小冰珠吗 最后压柔的就是咱们的 白牙糖粘粘乐同款 白牙糖小青蛙 别看它们找的小青蛙 身体里面可全是白牙糖哦 都捏不动啊 我一会儿就慢慢的回弹了 四只脚的还是特赢的呢 把它们冰冻出来 冰冻的时候应该特别爽吧 我看它们粘在一起 都两个的子装 放进冰上的冷冻层 明天一早咱们就来看看 它们冻成什么样子啦 宝子们 总部的粘粘乐已经冻了24个小时了 猪猪哥带你们去看一下 它冻成什么样子啦 这也冻得推硬了吧 而且它们几个怎么粘在了一起啦 奇怪了 这边摸起来怎么还油油的呀 难道这些粘粘乐给冻出油来了吗 猪猪哥拿去看一下 我再宝子们真是神奇啊 这些粘粘乐表面好像 负了一层油一样 特别的热 把它们给摆开 这些球啊也直接变成了南极球啊了 包包力 这俩咱们来一个一个切开看看 现在成果是变色草莓 大家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怎么感觉它有点脆皮呢 哦 又是吧 说我看的 你们看见没 它竟然变成了空心的啦 过来让大家看得更仔细 我换了个底盘 哇 一步手心就掰碎了 咱们慢点播 看能不能播出一个完整的草莓啊 哇 里面有的草莓食堡啊 宝子们 你们还能看出来这是一颗草莓吗 没关系 这颗播失败了 人们还有这颗呢 再来播播看 哇 这个皮播怎么也太爽了吧 这颗滑溜溜的草莓食堡就播出来了 上面还有一颗的小村呢 播起来好像冰棒的手感啊 看到我就想咬一口吧 再来看看这些下蛋小鸡仔的鸡蛋怎么样了 看我杀鸡取卵 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播出一颗完整的蛋 这颗滑溜的 这颗完整的蛋啊 还是有点偏铺铭水晶的呢 这也太好玩了吧 来把剩下的几只小鸡全都播出来 好多了 我这几只小鸡蛋全都洗出来了 现在到这间迷你逗一遍了 不知道它们里面的小珠子都动成什么样子了 来吧 切开 我在 竟然全部连结在一起啊 还一颗一颗的呢 播起来 手感也太好了吧 我还以为它们会分开呢 滑溜溜的 好好玩啊 继续 哎呀妈呀 这颗就碎掉了 里面全是小冰沙 来一只橘色的小怪兽 这一只也碎掉了 里面还有很多没有炮大的炮大猪呢 黑色的 滑溜溜的 这位有小蝙蝠 哦 好像一番金鸡皮靠的小葡萄呀 现在咱们来扑麦牙藏系列 再来看看甜甜圈 哦 这波子来也太死滑了吧 好像在脱膜一样 哎呀 衣服早就弄断了 不过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特别漂亮的蓝色镯子 上面还有超多的布丁布丁呢 咱们来把剩下的完全都扑出来 猫子们 这也太难剥了吧 橙色呢 又被我给剥断了 这一次换个切割方法 看能不能把粉色给剥出来 完了 又给剥断了 该不会 它本来都是断的吧 不过呢 它断掉了 剥出来也超美 就连化成了水也是blingbling的 最后来帮我们的四只彩色小青蛙了 咱们直接给青蛙来个大开飞 哦 这圆的青蛙也太少了吧 而且特别好剥 谁一下子就剥出来了 不过这小青蛙的体态可不怎么样啊 这被怎么弯成了这样啊 应该就正正补了 谁一剥 脸粉色的也太好看了吧 好像水晶啊 哇 蓝色的小青蛙是另外一种美感啊 好像一汪青蛙的海洋啊 然后我当了金黄色 金黄色怎么这么像我试着透明的呀 透明的 你们觉得他们四个哪个更好看呢 哎呀妈呀怎么开始演手了呀 好啦再试着就会